我有一个后外套 你要用的话你就穿呗 你要吗 哎呦 不错 你要冷先披上呗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直觉 我总感觉 你冷不冷啊 会不会太少了 你要披个外套 你要吗 哎呦 不错 晓月 上道了 别 不用 不要冷先披上呗 不要 真不要 真不要 女生说不用就是用过去披啊 一会怎么分组啊咱们 嗯 想去咖啡馆的举手 哎呀 太有默契了 好你们仨去吧 哎呀 我 四个 你 四个 他 他默默地举了一个小手 哦 哦 四个 啊 那你们仨去吧 我们仨去村民那里吧 可以 请问他跟老王和晓月 谁表演戏啊 这两个都感觉 我觉得都挺关心他的 看他喜欢什么类型 没事 你冷 现在还好 现在还好 我有一个外套 你要用的话你就穿呗 哇 两个都要送外套 他真的太薄了 我觉得你真的要穿个衣服 不然你会冻感冒 你借着他一个外套 你可以把它披在外面 我们走的时候 在外面走的时候 你披着 到屋里暖和你再拖下来呗 好 晓月想为什么要他外 他不要我的嘛 时间也不早了 这点吗 十二点三十七 我们回去要不要 拿个包 我是拿个东西 走走走走 给 这个衣服暖 你穿 别我弄脏了 明天我穿的 那顶子 到时候给你把粉蹭的 全都是 现在瞬间变暖了 你这个外套真的好暖 是我的秘密武器 我跟你们去咖啡厅了 你咋又跟我们去咖啡厅了呢 老王是不是要给他俩单独的 单独啊 是吗 老王 够兄弟 没有 讲义气 我去咖啡厅了啊 拜拜 哎呦我的天 上了 没关系 出发了 出发了 好 我觉得他俩有希望吗 你看 你看 真的在撮合 我觉得其实 大狗是一个 其实他 他人蛮好 而且不像 很可爱 对 很可爱 不说别的 他们俩的外形 真的是蛮大的 而且我觉得 弟弟说他喜欢甜妹 喜欢爱笑的 那宅宅笑起来多好看 那些不错 磕到了 对啊 就磕到了 磕到了 磕到了 我也在磕 在爱河里的傻子说话 晓月你个笨蛋 笨蛋天使来了 随便聊点什么 水词呢 对啊 我自己死了 理解是哪一年的 93 95 他94的吧 94 然后表姐比他大一岁 是93的 为什么先跟人家聊理解 十字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直觉 我总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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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